大家好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由韩国观光公社所举办的韩国游学线上说明会 OK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正题 韩国的游学签证应该要如何申请呢 那第一次申请签证的人在这一步可能会有一些小卡关 那么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游学的签证有分为短期的D4游学签证和长期的D2游学签证 那么我们这次只先介绍D4之一短期游学的签证 为什么呢 我稍后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那D4之一的签证它是为期六个月 也是多数人去韩国做短期游学的时候所持有的游学签证 目前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免签入境韩国观光的政策是暂停的状态 不过去短期游学是依然是开放的 所以说如果你很想去韩国 但是却因为免签证的政策是暂停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的话 不妨考虑去申请D4之一的游学签证 那你去学习韩文的同时也可以找时间去旅游 现在的话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签证的程序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的关系 所以你要申请签证都必须要先进行事前的线上预约 有预约才能够过去做申请 那预约好时间之后呢 你只要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到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去申请就可以了 那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它是位于世贸站1号出口附近的台北世贸中心国贸大楼的15楼 大家可以先记起来 那也请注意申请签证呢 它是必须要本人亲自去办理 它没有办法再办的 那申请时你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大家可以扫我们PPT上面的QR Code去了解更多 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审查的时间它会需要5个工作天 那它是不包含国定假日跟申请日的 申请之后工作人员他会给你一张收据 这个收据非常的重要 你回来领取签证的时候 一定要释出这张收据才能够领签 特别是请人带领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张收据 不然是没有办法领取的哦 接下来我们提供两个入境韩国的资讯给各位 首先你入境韩国的时候 必须要提供出发前48小时内采检的PCR阴性报告 那这个PCR阴性报告并不是在你申请签证的时候提供给工作人员 而是在入境韩国的时候提供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们的入境者呢必须要做7天的设施隔离 那因为第四之一的签证是属于长期签证 也就是停留91天以上的有效签证 所以是可以进行居家隔离的 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去住政府所分配的隔离旅馆等等 那部分的学校他会帮助学生去找我们的隔离地点 或是隔离宿舍也会提供隔离相关的咨询 那大家都可以先去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 都可以先询问学校是不是有类似相关的服务 另外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 也必须要注意隔离的日期是否会重叠到开课日期 如果说有重叠到的话 也可以先询问学校应该要如何处理 好的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韩国公安公社台北支社在4月1号即将开跑的 韩国游学plus家的活动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刚刚说 这次只先介绍第四之一短期游学签证的原因 因为呢这个活动就是韩国公安公社台北支社 针对准备去韩国进行短期游学的准游学生们而举办的 我们会提供这些准游学生两个活动参加 第一个我们会从4月1号开始给前100位来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领取 第四之一游学签证的朋友 一份韩国游学plus代 那里面不只有韩国公安公社台北支社所提供的teamoney 和KK的500元的优惠码还有四大航空公司和免税店提供给这100位即将去韩国 游学的朋友专属的优惠和随贷小礼物 那有些我们的韩国公司会提供像是行李优惠机票特价或是有些 航空公司会提供一些精美的小礼物等等 那免税店的话就是会提供我们购买上的折扣优惠 活动时间的话是从4月1号到我们100份优惠贷发完为止 如果说你在今年有去韩国游学的打算的话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你的签证资料 幸运的话也许你也可以获得一份专属于你的plus代 那因为我们领取签的地点跟领取优惠贷的地点都是在同一栋大楼 所以都是在台北市贸中心股贸大楼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15楼的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领完签证之后 顺势到我们32楼的Korea Plaza来领取优惠贷 是非常方便的 那第二个活动呢 我们也会提供填写邮学问卷拿好礼的活动 我们会给幸运的五位填写者一份好礼 也就是KK费999元的抵用卷 那这个活动跟前面的活动不一样的是 它是没有人数限制的 前面的活动有前100名的限制 那这个问卷抽奖的活动是没有人数限制的 只要你也是持有有效的第四之一游学签证 就也有机会可以获得 就有机会可以成为获奖者 那问卷抽奖的活动时间呢 是从4月1号到11月30号 获奖者会在12月3号公布在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的联书粉丝专页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活动时程上的统整 基本上你要参加这个韩国游学plus家的活动呢 都必须要有一个发证日为3月1号之后发证的第四之一有效签证 那优惠带的领取时间呢 是4月1号到发完为止 问卷抽奖的参加时间是从4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截止 并且我们会在12月3号公布我们的得奖名单 好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优惠带的领取处是在Korea Plaza 这边也就介绍一下我们Korea Plaza给大家认识一下 Korea Plaza是韩国观光以及文化体验中心 那也是台湾第一个由驻外单位开设的旅游文化体验展览馆 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的索取韩国的旅游手册跟资料 也可以进行免费的韩服体验 另外我们也会在这边不定期的举办多元化的免费活动 提供给大家参与 希望大家可以再加深对韩国的认识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环境设施 好了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的Podcast平台 在我们的Podcast里面呢会讨论非常多不同的韩国相关的主题 像是追星啊学韩文啊韩国旅游等等 那刚好我们三月底的时候的主题是关于韩国签证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针对第四之一的签证做介绍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关于其他韩国签证的资讯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 那我们的Podcast呢可以在以下五个平台上收听 有Apple Podcasts, Spotify, SoundOn, Google Podcasts跟KKBOX 那么详细的活动资讯呢再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的粉丝专页 上面时不时的会释出好康的讯息跟抽奖的活动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的那我们的活动介绍的部分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稍后会由四所大学的主讲者来介绍一下各校的游学资讯 之后也会有Q&A的时间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时段 以方式向韩国的学校的主讲者做提问 Q&A时间结束之后也会请大家填血问卷参与抽奖 那我们稍后再见咯拜拜 由4月1号开始 有签证者从低风险国家入境韩国 打完第二剂疫苗的14日至180日 或者是打完第三剂疫苗去韩国就可以免隔离了 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去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相关机构 去带交文件的时候 记得查清楚他们的开放时间 到时不要记得网门钉啦 由于这个活动是与台北支社联合举办 那为了台湾观众呢 我现在开始将会讲普通话 我知道现场有不少台湾的观众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使用国语 听完申请与学堂的介绍 入境韩国等等的注意事项之后 事不宜迟赶快听听四所大学的分享吧 如果途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留言板上提问 我们之后会有答问完结 首先是西江大学 他们会以国语分享 有请金科长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 负责华语圈的叫金真言 感谢韩国观光公社香港和台湾自社 安排本次campaign 我们很高兴给香港和台湾的学生们 介绍韩国和湘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课程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活动影片吧 我们下期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个人很喜欢看韩国的娱乐节目 我认为大家也很喜欢韩国的娱乐节目 那这个呢是就读过我们新疆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在韩外国演艺人 那第一个呢是留在街头 第二个呢是韩国是第一次吧 第三个呢是Yunes Day 第四个呢是看见你的声音中出现的我们韩国语教育院的学生 虽然他们的韩国语水平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很喜欢韩国和韩国的文化以及韩国的语言 那这个影响呢是学校专门采访了就读过 新韩国语教育院的在韩加拿一人 我们看一下他的韩国语是多棒 新疆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 韩国语教育院的 你们看得懂得很高的 学生也学习得很高的 学生也学习得很高的 所以这些时间都可以做得很高的 你们都韩国语教育院的 就快来吧 大家觉得他的韩国语很棒吗 我们觉得您也可以像他一样说很流畅的韩国语 那我们想象有一天您可以到韩国来 生活在韩国 与别人对话时说很流畅的韩国语 那这个梦想呢我们一起帮你实现哟 那现在开始一起看一下我们新疆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特点吧 韩国语 新疆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呢一共有五大特点 口语为中心的是我们的强项 然后多国籍学生也是我们的强项 优势的地理位置 还有乡韩国语教育 然后特别服务 那我们接下来一一看一下吧 对这个背景图片呢是我们 香港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行政史 那底下 Reddit上我们就读 香港韩国语教育院的学生的实际感想 那内容上可以看到 香港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呢 具有专业性的老师 课程采取自由对话 上课中把实际学过的语法和词汇进行对话等 一起交流 一起活动 可以慢慢融入西江 与班级老师和同学经常课外后聚餐 与班级同学一起进行很多社交活动 当然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现在这样的活动是很少 但是我们希望也是疫情慢慢好一些 希望大家也是回到以前的校园生活 那西江呢是采取为口语为主的对话 为学生中心的售口方式 那大家看到右侧的画面 是我们进行的售课方式了 那左侧呢是学生听老师讲课 那这种布局呢是很多学校售课的方式 那我们相当学韩国语教育院呢 是给学生布置的 是右侧的 然后学生之间一起讨论 练习对话 一起提高口语水平 而且学生是主角 而老师呢是学生能够成熟的表达和对话的助手 那我们的课程呢是每天四个小时的课程 那包含课程当中包含两个小时的口语练习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回复您 我们西洋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呢 是最适合需要尽快适应韩国语的 韩国语学习者的教育中心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我们布置的教室 这个是教室的场景 那教室呢 我们都已经坐过隔窗 所以为安全 为学生的安全着想 我们也是把这个布局安排的这样 那学生来韩国以后 一定会很健康的度过韩国的生活 而且我们呢是多国籍的学生 我们一年有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学生 和地区的学生来组成 他们呢是互相交流 互相活动 互相社交 可以丰富他们的对话 可以用交流 中培养感情 培养友情 而且更深刻的了解韩国语 和韩国的文化 以及韩国的语言 那这个呢是实际 我们上个学期 2021年冬季的 一个班级的分布图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有美国 也有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 实际这个右图呢 是我们一个班组成的国籍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将近有十多个国家的学生 在一个班级一起学习和交流 那他们可以互相知道 对方的文化 以及对方的语言 而且 香大学院教育院的地理位置很优势 那我们新村 位于在舍尔新村附近 那我们这边属于大学区 香大学院教育院的附近 也有延世大学 有梨花大学 有宏大 有多众文化的接近性 这个呢是 香大学韩国语的自编教材 那学生到香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呢 可以用这些教材来学习 那我们一共发行了 一级到六级的教材 香西江韩国语 一共发行了六十九册 包括写作 多数语言语法和词汇的一些 补助教材 而且与教材一起使用的 各种补助教材呢 是老师们每个学期 精心准备 为学生安排 我们的教材的内容呢 也是持续更新 并且把上课时 有趣的实际场景和对话 融入到教材里边 更加引起学习者的兴趣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中的人物呢 是实际在我们 香大学韩国语教育院 就读过的学生 这些西江韩国语教材的人物 昵称也是实际在 我们韩国语教育院 读过书的学生的一些昵称 大家可以看到 西江韩国语代表人物 那西江韩国语教材里边 经常出现安迪和米娜 那学教把实际人物 换成卡通形象 用卡通形象制作了很多 多样的表情符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底下 这些符号都是 我们自己编制的 然后学生呢 也可以到官网下载 并且免费使用 再深刻的看一下 我们西江韩国语教材的内容吧 那教材构成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是学习语法和词汇和主题 把这些学习过的语法 词汇和主题 来活用学习的内容当中 进行对话 然后进行复习 然后使用已学过的语法和表现 来完成课题 而且在总结一个单元整理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进行多交流的对话 以及复习 加长你们的口语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 是江韩国语教院的目录 教材的目录 大家也可以看到 江韩国语一级到六册的目录 都中经常出现的词 是对话 对话和语法 对话练习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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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告诉您 江大学韩国语教院呢 是以口语为中心的 江大学韩国语教院 正因如此 我们江韩国语教材呢 遍及全球 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韩国语 西洋韩国语教材的国家都有这些 那他们呢 是用下韩国语学习 了解韩国 了解舍尔 了解西江 那西江呢 还为学生提供多样服务 那我们呢 给学生提供团体保险 而且提供学生证 校内的健身房 保健室 WiFi等 各种服务 而且课外后 我们呢 还给学生们免费进行 发音课程 语法 电影 K-POP 等课外活动 那现在K-POP呢 也是正因疫情的原因 我们是 暂时暂停 等疫情好转后呢 我们再开始语言K-POP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 是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 过去的文化活动 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 毕业典礼 那我们呢 让毕业六级和七级的学生 每个学期都会举办成这样的毕业典礼 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毕业典礼 感受到他们熔入西江 也感受到他们自己毕业的心情 毕业典礼是 毕业典礼的时候呢 我们向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再读学生 还可以为毕业生 庆祝 他们呢用各自的方式 来庆祝我们毕业生 那这些呢 是在我们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 学习的 学习K-POP的学生们 他们自己表演的 而且这些呢 是唱歌 还有舞蹈 那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呢 我们是有 每个学期一次提供现场活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拳道 也有看到其他的服务 他们呢就去现场 然后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 以及学习韩国的语言 也可以感受到韩国的K-POP 韩国的料理 这个呢 是西江大学夏季 特别短期课程 那这些呢 是来自 六十多个国家的学生 一起在 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 学习四周的 韩国语 然后他们呢 也是 体验韩国语 体验韩国 体验韩国语 也可以感受到韩国的文化 他们去现场 去感受一下韩国 和韩国人 是怎么生活 怎么交流 怎么庆祝 和怎么旅行 这个背景图片呢 也是现在以前疫情 没有发生前的韩国语教室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们近期韩国语 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 报名期间吧 那我们夏季呢 是从3月17号到4月19日为止 是报名期间 而且签证材料呢 是自4月1日开始发放 我们为了正确的给学生安排 分级 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是将在线上进行写作和口语考试 那大家看一下日期 而且我们呢 是建议学生在分班考试前入境 我们还给学生进行入学说明会 那入学说明会的日期呢 是6月7号 夏季课程的开学日呢 是6月8号 而且一直开始到课程结束呢 是8月24号 那学生们 台湾和香港学生的提交材料 比较简单 都是进行网声 那大家提交的材料呢 是照片 护照 毕业证 学历认证 银行存款证明 那详情呢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的韩国语官网 这个呢 我们像 这个是我们香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 也可以发邮件咨询 那 详细的内容呢 也可以 首先 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网站 后 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呢 也可以 打电话 或者是用邮件 发邮件 我们还可以 使用卡靠和微信 还有卡靠频道 那大家可以随时 进来询问 谢谢大家 抽出保健的时间 来听我们香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在线说明会 那西江 您 您是西江的骄傲 西江亦是你的骄傲 那西江替代您的到来 我们再相见吧 好 谢谢西江大学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有请严氏大学 他们会以英文进行 有请金老师 谢谢您们 loanberry的分享 发 Tahir 由梁清白 我叫你姜 钢挤 在阳台湾一文风 Ju咙 例如 香港 and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that's the reason why I, the person who's in charg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is also taking charge of you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ur website please refer to the English version of our website not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is only for the mainland Chinese so today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to introduce about GANSEK KLI so to express GANSEK KLI in three words is the first, the best and the hottest founded in 1959 GANSEK KLI is the oldest Korean language institute in the world which is esta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excellent instructors and systemic curriculum we provide the bes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o our students and we've also ranked first prize in the preference survey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you can see over here we have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so we're not lean or focused on the specific country by 2021 there were more than 170,000 students from 152 countries here at GANSEK KLI we have various Korean language programs as each student has different purpose study period and visa process you can choose the program that suits your units for today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s I will introduce about the basic program of GANSEK KLI which is the regular program and the University Korean program so for the regular program if you are taking this program you can learn ordinary and basic Korean which you can use it in daily Korean life so it consists of four semesters per year 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and each semester is 10 weeks so a total of study hour will be 200 hours and there are morning class and the afternoon class and for this year from this year, 2022 we are going to offer 100% online class so that you can take the class in your country which is called the course and this is only for the morning clas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udents per one class is 13 which is very small so that teacher can concentrate on each student there are 6 levels from level 1 which is the basic level and to level 6, the advanced level all levels are open to every semester so you can start studying by choosing the semester that you want to start the University Korean program is for the students who want to pursue their study at Korean University which is a little bit academic and a little bit intensive compared to the regular program so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is the same as the regular program but the University Korean program is operated only in the afternoon so we here at Yonsei KLI will going to issue a D41 visa documents who take more than 2 semesters for both programs this is the schedule for 2022 and for now you can apply for the summer semester which will start in June and the application period is until April 15th so you still have about a month to apply for these programs so to apply for our program all applicants must graduate from their high school at the moment of the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pay the application fee 80,000 Korean won but this is only for the first semester the tuition fee for the regular program is 1,770,000 Korean won per semester and the tuition fee for the University Korean program is 1,920,000 Korean won so for the total amount of amount that you can see is the first semester so from the second semester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application fee the required documents could be changed regarding the visa proces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our program is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 your academic record but if you're going to apply for the B-41 visa you also have to get on a postal or get a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Korean Embassy on your academic documents and you also have to submit the financier document which could prove that you have over 10,000 US dollars in your bank account and there could be a lot of young students so if you're going to use your parents' bank account then please also submit your birth certificate so that we can chec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ents actually for the B-41 visa applicants you have to know that you must submit original documents to our office via post and in SQL I will not return the documents so if you have only one original copy then please make a copy of it and get an postal or a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Korean Embassy on the pocket document and all required documents should arrive within the application period to our office the application period is like low firstly you have to join our website and submit your online application if you're going to apply for the D-41 visa you have to submit your old documents via post but if you're not then you can just upload it on your online application the screening will take about 2 weeks and results will be sent via email so if you receive an acceptance email you can check the invoice on your My page if you pay more than 2 semesters for the regular program or the university grant program then we are going to issue a D-41 visa documents so that you can apply for the D-41 visa we are going to send it to you via post so that you can take it to the Korean and the senior country as you also know the Yonsei University in Seoul is very larg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cilities that you can use here if you take the regular program or the University Korean program you can also use a dormitory of Yonsei University there are two types of Yonsei dormitories one is SK Global House and the other one is International House for the SK Global House there are single room and double rooms and all private shower room and bathroom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room bu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this is only for the women and there is only double room and you have to use the common bathroom and shower room to get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also there are various cafeterias bank and cafe and convenience stores a lot of facilities that you can use if you are being our student so this was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Yonsei KLI and I have to tell you one thing more we have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at in order to learn language you have to learn all four aspect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o to help you and to teach you to learn Korean we also have to teach all these four aspects evenly you may all know language is the most forgettable knowledge that people can have so if you don't strengthen your found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you can easily lose what you have learned with your precious time and effort Yonsei KLI provides the best education so that your effort can be a valuable offset for the future I hope I can meet you all at Yonsei KLI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introduction of Yonsei KLI the first, the best, and the hottest screen language institute in the worl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from Yonsei Universit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Yonsei KLI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Thank you 首先我们学校一共有两个小区 一个位于首尔 一个位于经济道的岸城市 我们首尔小区位于统却区 它离著名的旅游景点江南明洞 或是像延世大学 西江大学位于的新村比较近 大约都是坐地铁 二十到一个小时的距离 这儿同学们可以学习之外 可以更加体验韩国文化 去访问韩国的著名旅游景点 这是我们的岸城小区 岸城小区它离首尔小区 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距离 它的好处是 它们的地区比较广大 所以有更好的空气和校园环境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现状 我们学校是在1916年建立以来 有106年的历史的一所名校 学校总共有27000人左右的学生 有2500人左右的留学生 而且我们学校在韩国大学 中卧排名排前八 亚洲大学排名前69 我们学校有很多 我们学校有很多最初最先站的牌头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几个 我们学校的历史吧 我们学校以专科大学形式 开设了第一所药科大学 第一个晋英大学 而且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开设的一些专业 这是我们学校也是在韩国里面最著名的专业之一 是新闻传播专业 这是被认为是传媒 而且我们学校的戏剧专业 也是在全韩国开始第一个开设的一个专业 除了这两个专业之外 还有社友广告宣传等 可以说我们中央大学是建校以来 一直在开拓新的领域 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中央大学在外国旅程中当中 受这样的欢迎 第一是刚才说过的一样 在排名当中是排前列 给学生们可以提供优质的教育 第二我们学校也可以说是韩流的发源地 拥有最好的工业艺术传媒大学 也有很多明星在我们学校毕业过 第三我们学校是被选为 韩国学生最想去的大学榜首 在今年高考之后申请大学的竞争率上 我们学校在首尔校区主要大学竞争率当中排第一 还有我们学校有很多的校内辅助项目 比如说KALIS KALIS是我们旅学生组织的一个小团体 它可以帮助旅学生适应韩国的留学 以及韩国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们学校以独善集团为财团 它会协助外国留学生在韩国 或者在海外找到工作的机会 这是在我们学校毕业 或者再读的一些明星的情况 比如说上一时代的友力习英 101的Petition 除此之外 朴新会 玄冰 金续弦 金凡等一些演员也在这里 而且金生猪他为韩国最著名的主持人 他也是在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艺人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央大学的语学院 我们学校的语学院的简介 像同学们看到的一样 是在2004年建立以来 有18年的历史 而且现在每个学期 有700多名的学生 正在就读 我们也是跟其他的学员一样 一年开为四个学期 每学期是十周的课程 每天四个小时 提供200课时的学习 我们也是提供 从一级入门班到六级高级神话班的课程 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 来选择自己要上的级别 而且我们的级别都是以topic考试的级别来对应的 所以如果同学们对topic考试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说我们学校的语学院 是topic最佳应试的课程 我们也是采取我们老师们自己编辑的韩国语教材 可以提供中央大学专门特色的韩国语课程 而且今年我们中央大学语学院 被教育部认证为优秀教育国际化力量大学 这样的话 到时候如果同学们选择我们学校申请签证的时候 可以省略一些材料和手续 而且我们除了课程之外 也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2022年的课程是会3月6月9月和12月这四个学期来开课 然后报名时间呢 6月份开课在3月14到4月29 9月份开课是从6月中旬到7月底 12月课程呢是从9月到10月底 报名的流程呢也是跟其他学校一样 先通过网上填写申请表和提交材料 我们会进行审核 那如果被录制的同学呢 会下学费通知单 那学费缴纳之后 我们会给同学们发标准的学习许可书 然后学生可以访问韩国的领事馆去申请签证 因为我们学校是被认为是优秀的国际化大学 所以学生们不用再提交其他材料 只需要提交标准学许可书去申请签证 我们学校的语学院学费是170万一个学期 按照校区呢 它的学费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是150万一个学期 但申请费为10万韩元 也是报名的时候只需要讲那一次 我们语学院也有很多的讲学制度 首先我们学校语学院 在每个班里面会选出一个班长的 然后班长会协助班里的老师去进行学习 而且成绩呢 我们在每个级别上选择前三名同学 提供不同金额的奖学金 满足了讲学金的要求 但是没有达到前三名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会提供下学的教材给学生 让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韩语 而且在我们语学院就读到五级以上的话 也会进大学的时候 有50万韩币的奖学金 所以如果想学习韩语之后 进入中央大学本科的学生 可以一直学习 学习到五级以上 而且全勤奖呢 是在我们语学院学习的课程当中 学满200个课程没有缺勤的同学 会补助商品券 我们语学院也提供很多的课外活动 每学期一次会提供文化体验 它会反应一些民生古迹 或者娱乐场 公园欣赏 或让同学们自己体验一些韩国的文化 而且我们也会给学生提供一些课外指导 比如说学习困难的同学 或者觉得自己学习比较优秀 想学习到更深刻内容的同学 我们会在课程结束之后 每周一次给学生提供免费的指导 而且我们学校会跟韩国本科的学生 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结伴 让我们学校的韩国本科学生 以及语学院的外国学生 进行文化和语言上的交流 除此之外 我们也给学生们提供一些免费的短期课程 比如说像准备topic考诸的同学 我们会开设初级中级高级的topic被考办 而且对K-pop有感性的同学 我们也会开始K-pop跳舞 让同学们自己学习和练习K-pop 我们学校的强项也是以下 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我们老师自己 主编的一些韩国语教材 所以可以提供韩国中央大学特色的一些韩国语 而且每个班里面会安排一名班主任 来负责学生的教育 以及韩国的生活事业 而且我们从上学期开始 使用N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来提高学生的学习便利性 比如说学生如果因为晚入境 没有办法进行线下课程的话 我们也给学生提供免费的线上课程 让等隔离之后 学生可以到班里来学习线下课程 或者是在学期当中 有突然的事情要回国 这样也是不用担心 可以自己回国之后 用我们的NMS进行线上的直播 形式的教育 这些是我们学校进行过的文化团的一些照片 可以同学们可以欣赏一下 我们学校进行过探访名声鼓技 或者是体验制作韩国的米酒 或者学习韩国的泰拳道 或者是制作韩国的传统食物 或者去观看韩国棒球赛 或者体验韩服 这是我们学校进行过的K Festival 是我们学校与学院学习的学生会组成一个组 自己练习跳舞或者唱歌 在每年一次在给同学们面前表演一下 让会给同学们进行排名 也给按照排名顺序给不同的奖励 我们也是让同学们可以观看韩国一些戏剧 南塔 或者去拜访韩国的Lotte World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娱乐园 而且我们也进行过体验竞赛和韩国写作竞赛 可以让同学们体验一下韩国 就出小学到高中的一些学生的学生生活 我们也有宿舍可以安排给学生 以双人间为主 但目前我们的宿舍全都是以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洗手间 所以同学们如果感觉不方便的话 可以选择在学校校外住温柔或是不希望这样的形式 我们的宿舍费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三个月90万韩币 以下是我们中央大学一些专科的内容 就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如果同学们对我们学校本科有兴趣的话 有topic四季以上或者是语学院四季结业的话 可以进行报名 也给同学们提供很多不同的奖学金 谢谢大家听我们中央大学语学院的介绍 谢谢 谢谢中央大学老师的分享 最后有请汉阳大学 他们同样会以国语进行 有请尹老师 大家好 现在开始向大家介绍可以学习韩语的汉阳大学语学堂 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 我是在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里 等待着大家的会员 见到你们很开心 今天的秀明会将和下面的内容一起进行 首先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 我们有开设十周两百小时的珍贵韩语课程 和三周之内结束的短期韩语培训课程 最后介绍宿舍内容 我们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在1997年3月开设之后 每年有来自全世界的3000名学生再次学习韩语 众所周知汉阳大学是韩国唯一 校园里有地铁站的大学 非常的方便 在这里大家将学习 韩语的雨学堂 这个叫做国际馆的地方 从座地铁二号线从汉阳大学 汉阳大学站二号出口 二号出口出来 走一分钟就是国际馆了 无论怎么玩都没有迟到的烦恼 可以安心的上课 但是同学们不要迟到 现在开始向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如何系统的学习正规韩语课程 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正规韩语课程 把春夏秋冬的每个季节作为一个学期 每天四小时的课程 每个学期十周课 所以将要学习200小时的韩语课程 从完全不会韩语也可以上课的一级到 比韩国人还要熟练的 口语听语阅读协作 完全全方面系统的进行学习 然后从一级到六级 就为韩语收课 刚刚说的每个学期十周课程 努力的学习 节课后充分的休息 两周以后再来学校重新学习韩语 本来我们汉阳大学韩语课程 只以线夏收课方式进行 但是受新款印象 为了不方便在韩国直接上韩语课的学生 我们同时运你与线夏课程相同的实施在线海语收课 学费是在线和线夏课程一样 一百七十三万 正规课程申请办法很简单的 申请表最终学义证明书 财力证明原件 最终毕业证明书的领事认证和 或者海牙认证 首先把申请材料邮寄给我们 汉阳大学国际教院 我们会通过文件审查决定是否合格 如果语学堂入学没有问题 我们国际教育院会发行学费交纳通知书给学生 学生去银行交学费后 如果告诉我们学费交纳明信 就可以发放签证所需的入学许可书 发给学生 学生就拿许可书访问 台湾或香港的韩国领事馆 获得研修签证 然后就入进韩国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正规韩语课程200小时 包括8小时的文化课 我们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 每个学期都没有进行 进行同样的文化课 而是按照不同学期以稍微不同的形式运营文化课 这是在天气非常好的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 为了让每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首尔教外野外体验的韩国文化 中午之前所说 如果通过我们语学堂正式学习韩语的话 每个学期都会上200小时的文化课 为200小时内只学习容易疲劳的学生 进行各学期分级活动语文化课 首先看一下 第一学期进行一次复合韩语水平的分级活动 一集的时候与朋友们制作简单的对话文并发表 二集是拼韩语单词的韩文问答比赛 三集是直接与朋友们制作戏剧台词 背诵发表的角色扮演大赛 从四集开始考虑到各位可以毫无疑问的实用韩语了 所以进行更有难度的分级活动 但四集还是因为一个人发表而紧张 所以和朋友一起进行选定主题发表 进行主题发表大会 五集是独自进主题发表 个人PPT发表大会 入集的情况是选定研究主题 直接进行问卷调查整理发表结果的研究报告 搭表大会 然后我就说一下 被那些仅靠正规韩语收课会感到不足的朋友们 还提供了多样特别的收课方式 为了让韩国语发音比较比韩国人更好 目前免费运营一堆指导的一堆发音诊所 和为即将面临TOPIC二级考试的学生们准备的 TOPIC预备班 可可以在韩国语上课 再次复习所学对话文的韩国语口语班 此外为了想要与韩国语学生见面的同学们 还开设了一堆韩语指导和Hofen文化交流指导 等汉洋大学学生交流项目 我们汉洋大学国际教育院为各位提供了多样的奖学金优惠 有代表性的每个学期 像各等级第一名至第三名的韩国语课程 成绩优秀者发放的成绩奖学金 也有兄弟姐妹一起听课的话 可以得到打折优惠的家庭奖学金 短期课程是为每年夏天和冬天两周之内 集中进行韩国语教育的活动 以沟通为主的口语听力阅读协作的综合教育 以再短时间内有效提高韩国语能力为主 为目标同时进行三次文化体验课 体验丰富多彩的韩国文化 短期课程申请对象是韩国语和韩国文化 有兴趣的高中毕业生 一项学历的学习者 以及要持有免签证旅游签证 海外同胞签证等国内短期研修许可书证 短期课程进行三次文化体验课 体验丰富多彩的韩国文化 下面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汉安宿舍内容 学校里有Etenhouse和女性专用的宿舍SmartV 这两所宿舍费用大概100到130万左右 因为两所宿舍安全性比较强 同时生活很方便 想申请的人很多 所以按照申请的先后顺序入住 向我们发送邮件来申请诉讼 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发给我们邮件 然后特意今天参加这次说明会的同学 说明会的香港台湾的学生 学校会提供20个的免费教材交换券 这是因为是按讯息以来我们申请截职 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通过邮箱会在此通知 谢谢大家 各位 韩阳大学老师的分享 相信大家听完四所大学的课程介绍 都有不少的问题 那现在就赶快开始大问环节吧 这一题是问西江大学的老师 他们想知道 语学堂的授课语言除了韩语之外 是还有什么呢 我们是我们所有的教师呢 都是韩国籍的老师 所以课程呢都是用韩语上课 这样子 好 那还有延世大学 他们也想要知道 授课语言除了韩语之外 还有什么 我们延世大学也是一样 我们的全课程都是用韩国语讲的 好 谢谢 还有有观众想要问 延世大学 关于 regular course跟 Korean program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大学韩国语课程是 如果是学生想在韩国的大学 包括延世大学学习的话 他们选择就是大学韩国语课程 然后如果学生只要想学习韩国语的话 选择中卫语课程比较适合吧 好 有观众想要也是问延世大学的老师 他们想要问语学堂转考试本科大学的话 需要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语学堂学习韩国语 不保证他一定要被录去韩国语大学 但是他申请本科入学的时候 学生可以提到我们语学堂的成绩单 还有他的教育证明书 这样就是唱好的时候比较 就是唱好的时候会有好处吧 好 谢谢 还有就是这个问题是问中央大学的老师 请问语学堂的学生一般大概是有多少人呢 中央大学的老师可能你要开一下你的麦克风 不好意思 我们学校也是语学院一个班级里面 最多不超过13到14个学生 好 那在疫情期间会改为线上课程 或者是在学校上课吗 我们会也是跟 我刚才没有介绍我们学校线上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也有就线下课程和线上课程 所以线下课程呢 除非疫情发发的特别厉害 我们会进行线下 但是如果韩国的国内疫情情况特别严重 我们也把线下课程会转成一个星期 或两个星期的线上课程 好 谢谢老师 还有想要问一下汉阳大学的老师 请问会有类似蓬碑系统让学生认识韩国人跟练习口语吗 我们有一个活动是一堆指导 就是学生想辅导口语或者练习口语的话 就听我们正规课程的学生可以免费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参加活动的方法呢 在我们官网有一个详细的内容 请看一下我们的官网 学生就是因为病情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嘛 但是我们夏季的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还没确定 我们大概在4月初决定我们的教学方式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会有线上和线下都有 但是这个要看我们就是现在韩国的病情的情况 还有韩国政府的政策 好谢谢 这个问题是问西江大学的老师 请问同学们是否有学校有否提供那个学办制度呢 谢谢 我们的学办制度呢 是需要学生亲自登陆我们学校的官网 自由上传自体 自由上传内容 然后呢 我们西江大学本科的学生 他们进入我们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的官网 看一下 自由的找办 这样子 好谢谢 请问一下中央大学的老师 在读完之后 如果想要读那个本科的课程的话 有什么衔接的课程可以选择呢 因为跟研制大学一样 在我们学校旅学院就读 并不代表百分百的进我们学校的本科 但我们学校本科也有很多不同的专业 这是不能说是对接 但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或者自己从前学过的专业来选择 或者是我们学校有韩国 国语、国文、学科 这儿的话同学们可以到这个专业来 更深加地学习韩语 好谢谢 这个问题是问研士大学的 请问在平均设计里面有没有讲学金的制度呢? 我们也提供就是讲学金 每个学期就是成绩优秀的学生 我们提供就是讲学金 每个学期都有那个做到讲学金的学生 然后包括香港、台湾的学生 好那这个问题是问各家大学的 可能麻烦首先西江大学的老师帮忙一下 那有学生问就是在疫情期间 宿舍有没有什么一些社交距离的规定 还是什么的? 很抱歉地通知香港和台湾的学生 我们西江大学呢是不给学生安排宿舍 学生呢需要自己找一下附近的寄宿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这个问题呢就不方便回答 好谢谢 那研士大学的老师呢 请问宿舍有什么规定吗? 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学生在学校宿舍 那个带那个隔离的话 学生要首先提前申请 然后如果没有提前申请的话 学生要校外的宿舍 那个完成隔离 隔离完以后才能申请 就是我们学校的宿舍 但是学生要知道 就是校内的宿舍的竞争力比较高 所以标点申请比较好吧 好谢谢 那汉阳大学的老师呢 请问住宿舍的规定有什么吗? 在疫情之下 在疫情之下 我们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的宿舍呢 现在可以申请的 但是呢因为很多学生想申请 金针力比较强 所以呢按只能按讯息来截止 所以呢想申请的学生呢 就赶快申请一下 因为就到时候没有找到的话 就很麻烦满了 嗯 就这样子 那请问中央大学的老师呢? 我们根据疫情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说到上学期之前 我们允许学生在宿舍进行自我隔离 而且我们都是进行一人一间房子 不是双人间 但从这学期开始呢 我们就是让学生自己找地方进行自我隔离之后 入住到宿舍 而且宿舍也是安排双人间 所以这得看学生们入境时候的疫情情况 我们再可以仔细地通知学生 好 谢谢 那有学生想要问汉阳大学有关夏季跟冬季的短期课程的学费 汉阳大学的老师 啊 你需要那个开麦克风 汉阳大学的老师听到吗? 对 不好意思 我们因为是目前只开授纤像课程 但是呢 从今年开始将会进行纤像和纤像课程 然后因为是从去年就只上了纤像课程 然后从今年开始有变动嘛 所以呢就学费的内容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是就是有人会申请的话 我们会安排学费和申请表的内容 那请问那个住宿舍的话有保障的名额吗? 短期课程的话还不确定 因为我们的宿舍呢是会安排给正规课程和短期课程 因为是短期课程期间也会正规课程的学生也会住嘛 所以还不确定能不能安排给短期课程的学生 然后我纪正一下刚才我说那个宿舍的内容 因为我们宿舍 申请入宿舍的学生呢 隔离结束之后才可以开始入住我们的宿舍的 我纪正一下 好谢谢 那想要问一下西江大学的老师 有观众想要问一下就是报读语学堂的课程有否那个韩文程度的限制呢? 西江大学和国语教育院的韩语程度呢不分级别 韩语零基础到韩语六级或者是七级的学生都可以报到我们乡教育院 然后我们是开学之前有进行分班考试 根据学生的分班考试的结果来进行分班 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正确的给学生安排适合自己的级别 好谢谢 那还有想请问一下也是西江大学的老师 如果报名夏季课程的时候用预备的毕业证书 然后证本的毕业证书需要什么时候补交呢? 这个呢是预备毕业证的话 是正式学校开具的吗? 想要问一下 预备毕业证明呢是学生是公认的吗? 就是学校给发放的对吗? 应该是对 学校暂时给发放的 然后正本的可能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要有 那什么时候需要补交呢? 我们呢希望是用预备毕业证明做海牙认证 然后呢审核完这个材料以后 我们是让学生入境之前需要把这个证本补交一下 好谢谢 那这一题想要问一下中央大学的老师 请问两个校区的差别只是在地理位置吗? 还是课程或者是文化活动的方面也有分别呢? 只是位置上的不同 因为我们选拔老师的标准和用的教材都一样 文化体验也是两个校区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进行同样的活动 好谢谢 那有观众想要问西江大学的老师 韩语分班考试是在线上进行的吗? 到疫情爆发到2021年冬季为止 我们都是在线上进行考试 如果疫情转换成好转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是转下线下考试这样子 好那这个问题是也是问四所大学的 那有请西江大学的老师麻烦先回答 那观众想要问一下 暴读语学堂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 西江教育院呢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西江教育院 好那延世大学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但是可能是申请签证的时候 那个大师班或者临时班会考虑 学生的年龄 好谢谢 那请问中央大学呢? 中央大学没有年龄的限制 只要是在高中学历毕业以上的话 所有年龄的学生都可以到年龄的学生 好谢谢 那汉阳大学呢? 汉阳大学跟中央大学一样 我们是高中毕业以上学习者可以申请的 所有的年龄都可以申请 多一家学校还是只是能申请一个签证呢? 一般的就是在于学堂学习的学生 一般申请是第四签证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他们想申请签证入境韩国的话 需要提交出款证明书这样之类的 如果学生可以选择 就是申请13签证来韩国 但是这个就是如果是长期学习的话 我们推荐的是第四签证 好谢谢 那有读者想要问一下 颜氏大学也是 就是课堂以外的活动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取消了吗? 对 我看现在的就是 由于现在病情的情况 现在下外的那个就是活动都已经取消了 但是就像其他的大学一样 如果病情好的话 我们也开始进行很多校外活动 包括那个 Tekwondo 还有什么K-pop这样的都有 好 那中央大学也是一样吗? 就是课堂以外的活动都取消了 我们上学期的话 以小组形式 就是不是大规模的 8到10个学生 我们安排一个老师 去带学生去看韩国一些博物馆 或者是制作一些 就是韩国的小的传统的想法 东西 这样的话就以防就大规模的同学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 而且春季学期我们在计划是带学生去韩国的娱乐园 一起体验一下韩国的娱乐园文化 所以根据疫情情况会选择文化庭的规模 但是不管疫情我们会照应进行我们的文化庭 好谢谢 那想要请问也是中央大学 请问宿舍是在哪个校区呢 我们两个校区都有宿舍 按照校区宿舍位置比较充裕 所以如果想申请的同学都大部分都可以安排到宿舍 但所有校区是因为也跟其他学校一样 进行率比较高 以报名的顺序给同学们安排 好谢谢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问想问西江大学的老师 如果在入境韩国之前 未能教毕业证书的正本的话 是不是不能报读夏季的语学堂呢 这个问题呢因为是个人问题 所以呢如果用邮件咨询的话呢 我们会详细解答这样子 好谢谢 那谢谢四家大所老师的回答 由于时间差不多了 答问环节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就是找各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香港知社 或者是台北知社的Facebook Inbox 或者是也可以透过email询问各家大学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之前讲过的抽奖部分吧 好的不晓得透过今天的说明会 大家对韩国游学有没有更清楚了呢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开始考虑 着手计划属于你的韩国游学规划咯 那现在大家可以扫我们TPT上面的QR Code 花个几分钟帮我们填写今天的说明会问卷 那我们会在填写者中抽三位朋友 送出旅行的时候非常实用的CocoFriends 陶子旅行分装主 那问卷填写的时间是到下个礼拜三 3月16号 那获奖者会在3月18号礼拜五 公布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 好的那我现在要把PPT翻到下一页 还有QR Code的朋友 不要被吓到哦 活动之后 结束之后我们会再把问卷连结 用email寄给大家 大家到时候可以再慢慢的填写 最后呢再提醒大家 我们在4月1号开始 会有韩国游学Plus家的活动开跑 如果说你今年有去韩国游学的打算 那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动 相关的活动资讯都会 都可以在我们的韩国观光公社 台北知识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 大家可以先帮我们按个赞 追踪起来就不怕漏接讯息了哦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预祝大家抽中我们的问卷好礼哦 拜拜